其實很感動耶 其實我們一開始 車子快到的時候我們是很擔心 到底有沒有人會來 但是一出來看到這麼多人很熱情 就覺得真的很謝謝大家 今天好險是就是大晴天 我們剛就是出來的時候看到 天氣陰陰的我們很緊張 對 然後好險現在放晴了 很開心的 其實緊張了非常多天了 其實我們都一直都很期待全唱會 從去年就開始期待了 然後誰對自己的身材是最在乎的 我應該是最在乎的 因為我在團體裡面算是比較大隻的那一個 對 所以我 而且我現在在拍戲然後可能也沒睡好 然後三餐都太正常吃了 然後以至於我就是比較難撿這樣子 對 所以我現在在努力 他們都會督促我少吃一點 我們一起做運動 對 我們一起做運動 因為其實那個大元他是非常嘴饞的 然後當他每次就是要吃我們就說 他說拜託讓我吃一口 我們說不行 不行 就一口 對 我們說真的不行 他一口一口累積起來其實 很多口 超多塊 對 那他們會用一些比較商人的話來吃多少 沒有 其實是我自己寫一些很商人的話 在牆壁上 對 我就 他都會說叫大家罵他 叫豬 很誇張的 這邊很情境 大元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花欄啊 就是那個圓圈 和個好朋友送你 有沒有看上去 哇 好開心喔 我覺得很 就其實還蠻意外的 你應該 我很意外 對對對 因為就是沒想到他 就是我們平常也不會特別聯絡 所以沒想到他知道就是今天是我們的簽唱會 然後特別送花欄給我們 還有祝我們POPPULADY院 我覺得很感動 謝謝他 真的謝謝 我平時就是一個 比較會容易流眼淚的人 他是性情中 真的 因為我就突然 因為我真的完全沒有想到會有卡片 然後以及歌迷上面有寫 就簽字這樣子 對 就覺得天啊 真的是人生中第一次收到 這麼多人寫的一張卡片 那何時呢 我自己就是非常開心 其實就是生日的前一天 然後可以跟我的姐妹們一起 儘管是工作 我還是覺得很快樂 而且其實我覺得今年得到最大的 就是可以跟他們一起把 我們的一直一直愛 然後我們可以成為姐妹 對 其實我們有分四個房間 嗯 然後呢我就 然後我們就集中在庭圈房間 然後他們昨天想說 他們三個在庭圈房間幹嘛啊 對 就其實我是偷偷做卡片的 對 我們有一次是去校園簽唱的時候 然後那一次是就是 因為他們真的太熱情了 然後我們就是有跟他們握手 結果後來握到一半 然後有聽到一個女生的聲音 就是啊 然後跑了才還被拖下台 對 大家太熱情了 因為他們很熱情拉他的手這樣 那一次就我們就有點覺得 哇他們真的好熱情 對